王河迪你也太会亲了吧 和白鹿以爱为营爆出雪景尾思路透 两个人吻得好陶醉啊 又亲又宝 氛围感拉满 我终于明白为什么那么多男女明星 隶喜生情了 不得不承认王河迪真的很会演八作 以后轻把金丝眼镜焊在脸上 而他出演的这部剧男女主人设都朝代感 王河迪饰演的实验是商业奇才 金融总裁 女主郑舒逸则是一个事业心极强的财经记者 郑舒逸本来带着抓出劈腿男友的小三 为自己报仇的本意 一步步靠近实验 却没想到自己认错了人 但当他想全身而退时 却由不得自己做主了 两个人由此展开了我讨你追的模式 这部剧刚开拍就因为吻戏上了热送 因为王河迪实在是太会亲了 看视频就让人有一种心怀路放 又意犹未尽的感觉 后来陆续放出拍摄话续 王河迪和白鹿的互动又引起了网友的关注 因为两个人都是游乐圈的搞笑人 片场的时候简直不要太欢乐 看这书意 这是助人为乐 搞笑男和搞笑女一起拍深情偶像剧 整个剧组估计都要疯了 明明是很唯美深情的画面 王河迪一逗 白鹿就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包括这次超约的雪中吻路透 拍完之后王河迪就逗白鹿丸 把眼镜戴在了白鹿的头发上 咱就是说 这种别样的CP感真的很容易磕到吧 王河迪此前并借东方清仓这个角色 获得了广大观众的喜欢 而这次现在霸总的角色 是否也能深入人心呢 相信粉丝们都很希望王河迪 能塑造出更多魅力撕射的新角色 不只是停留在苍旦角里 他和白鹿都是心生代理的中流砥柱 相信这次合作一定能擦出不一样的火花 那么大家期待王河迪和白鹿的新剧吗 觉得他们的CP感如何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哦